我們會去到2017的第16題 他近年都比較喜歡出16、17這些題數 因為ASGS已經問到差不多沒有問題 其實也有的,就是以前那種圖形題 但是他這幾年不太喜歡在GS上出圖 你說他有沒有機會翻炒?絕對有的,沒有人會保證沒有的 機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幾年他的文化 有個城市,他會入口的水 就像香港那樣,有多少錢的 原來這個入口的水的體積 In the first yea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lan,就是1.5乘以7次 其實很多同學都會有一個困難 就是,其實這個第一年我想考慮年頭入,年尾入 其實你看到他這一題 他不需要你想這個問題 所以你就不要逼自己去想 因為他都說明第一年就是這樣 你開波的時候他都沒有說是多少 所以你就不要去想這個問題 你就想回第一年就是這樣 你不要想念年頭年尾,因為他沒有特別強調的時候 你就不用考慮了 第一年就是這樣 然後呢 每年之後都會比上一年少10%的 OK part A 他就說了,我們要求回首20年的時候 我們的total volume of water import 是多少的 那就不難了,是不是呢 這一條是甚麼來的 這一條應該是GS 因為你看到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common ratio 應該就是0.9 因為你每年都少10%就是0.9 所以part A來說呢 我們會有個first term first term呢 就會是1.5乘以10的7次 common ratio呢 就是公比 common ratio呢 就會是0.9 那所以啦 你那個的required sum呢 OK 那先背一條公式 應該背到的 那就是A1 就是1.5乘以10的7次 然後再乘回 你今天的r是0.9 就是小過1 所以你就會寫1-0.9的20次 over1-0.9 就是這樣 那其實你看到這個數字是樣子衰的 但不要緊,我們只要試試看能不能按到 1-0.9的20次 OK 再乘回1.5 再乘回10的7次 這個就是我們的分子 然後除回分母 就是1-0.9 OK 這樣一按 那就會計到是 131763502 OK 即是around這個 131000000 就是這樣 記住你到時 如果你不記得 即是你不太sure 科學技術法是怎樣run的時候 你就不如照抄這個數給他就算啦 然後呢就單位啦 單位就是meter quid 就是這樣啦 好了 好了,部分B了 那有一個人出來就說 有一個人出來就說 我們那個水 即是我們的import water 可以是200年的 可以 但是都可以是 2000年 2億年 20億年 即50年不變 是不是 但不是的嘛 在這裏 在這裏就不是 這裏可以幾億年都不變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它在考你這裏 原來呢 它是在考你這個 GS裏面的無限項之和 OK 那所以你要自己 sense到它是原來在考這裏的 所以它在問我 GS無限項之和 那我就會consider 這個的 consider 我們的a1 over1-r OK with我們的r 今天是等於0.9 即是within 在1和負1之間 是不是 所以它就可以apply 進去我們這條的題目裏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考慮的 那我們用回了 那a1就是1.5乘以10的7次方 over1-r這個數 OK 那你計算一下 即是1.5乘以10的7次方 然後除回1-0.9 OK你計算到這個數出來的 那 我已經感覺到有個同學 有同學應該會想 其實我剛剛才說完 我是不懂得把它轉做科學技術法的 就是我不想看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首先不用計算這個答案出來的 因為你今天其實你只是想知道 究竟 我這個這麼難看的數 就是這個這麼難看的數 它是大過還是小過它 其實很簡單而已 所以我們把這個數 減了1.6乘以10的8次方 那就OK了 如果我們這個數 是大過它的話 那當我按exe的時候 它應該會出正數的嘛 但是如果這個數 是小過它的時候 那應該會出負數的 所以我按一按exe 它出負數的 就是它會小過1.6乘以10的8次方 那既然它小過1.6乘以10的8次方 其實它是沒有超過它的 它是小過它的 然後今天那個人就說 原來我們的 那個total volume 是會小過它的 那所以呢 它這個claim就是correct的 那所以呢 你應該i agree 就是這樣 OK 那叫做 給多一點提示大家 就是你可能會 不懂得數科學技術法 而計算做1.5乘以10的9次方 或者數少了的1.5乘以10的7次方 那不用了 你把它減掉 看看哪個大一點 那就OK了 就是這樣